男人最了解男人 你想办法吧 行了 我看你们俩是 真没什么缘分 小宝 咱们换一个 你还说 就是 你这话说的 真是不更难受了吗 好了 孙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不哭了 这事是这样的 你这嘴这么松 你又演得这么差 人看出来再损难面了 你这 闭嘴 你瞎瞎 我瞎瞎 郡主 宋宗子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你拉下的 我打听了一下 就知道你住在这儿了 谢谢 今日之事 对不住啊 宋公子 弄坏了你的书方 应该赔偿才是 宋公子看看 多少合适啊 不用赔偿的 用不了多少钱 我打听了一下 没什么事的 没什么事的 那不行 那不行 一定要赔偿的 今天弄成这样 我心里太内疚了 我要不赔偿的话 我 我晚上都睡不好觉 那 那你就赔我一罐钱好了 这么少 不少了 好 那 宋公子 宋公子 您稍等 来 宋公子 久等了 是这样的 我的钱呢 都归我兄长管 他这个人吧 特别抠 他每个月就给我一点点 所以呢 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呢 大概 每天去你的书房一次 我按日 慢慢地还给你 你看 成吗 好 宋姑娘 在下今日前来 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今日之事 宋姑娘为何要这样做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讨厌我 但是我求求你 你就千万别记恒我行吗 对不起 孙姑娘 你们怎么来了 是安静她吗 不是 是她 但是我跟你说 不行不行不行 不需要了 回来 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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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演了 送我点 送我点 我们 送我 我们 宋公子 我们送你 有约了 别演了 别吵了 宋 宋我 宋我 郡主的云 别再叫我郡主了 就叫我宋我 我就只是宋我而已 我就是想知道 我的心意 你明白了吗 郡主 郡主 疯刺绰鱼 追求者众 且 都是人中龙凤 在下一届草民 你都明白了 还是想说这些吗 什么追求者众 你刚才看见那些人 都是我找来演戏的 我就是想让你 我就是想让你紧张 还有刚才我说 我要每日每日还你钱 我就是找了一个 很蠢的办法 我只想多见你几次吗 我知道 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你跟我认识的 那些纹固都不一样 我心里对你 所以我才会做 那么多的蠢事 但是 你是聪明人 你应该明白的 你应该明白的 你是只副室家 你家里是只副室家 你自己做什么 为什么 你家里也说 我听到来 不是 我听到来 你家里是只副室家 我都听到去 你是在想送吴依依吗 都说了 要叫姐姐 那个依依是不是想当我嫂子呀 小孩子 不许来说 小孩子才看得清了 你都盯着这块玉牌看了一整天了 你就是心里在想 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吧 你喜欢她你说呀 可人家是郡主啊 哥哥只是一些不义 如何配得上人家 你喜欢那么好 怎么会配不上 喜欢就是喜欢啊 讲究钱财利位的话 这算什么喜欢啊 好了 你快去睡吧 大人真无聊 连这事也要烦 宋公子 你有事找我 你忘记拿了 好 谢谢 姑娘 干吗 宋公子 你昨日把玉牌都已经送到府上了 留下来便是 自然会有人收到 为什么又要拿走啊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拿走了玉牌 就有理由再见你一面了 好 看着他俩真好 但我还是不太放心 要不一想想办法 去试探一下 那个宋伍的 为人秉性 你不放心你还撮合他吗 宋伍他喜欢呢 但这谈婚乱嫁就不一样了 要不你带他去风月场所 看他会不会去 那要不然 你给他五百万的名字 让他离开送我 看他会不会离开 反正你是男人 男人最了解男人 你想办法吧 行啊 送我是我妹妹 那也是我妹妹 我们得看好